修罗武神 第6115章 楚风 决定挑战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时间流逝 在气韵圣经的挑战即将来到之时 楚风也是决定出关 且立刻找到了武者商会会长 你这闭关 闭了个寂寞呀 大殿内 武者商会会长打量着楚风 发现楚风修为并无变化 结界之术也无变化 而他那修炼之地 可是花费资源催动的 能极大提升楚风的悟性 按理来说 那样的修炼资源 加上楚风的天赋 以及他那闭关之地 楚风应该一鼓作气 直接突破再出关才对 可既然没有突破 出来做什么呢 莫非遇到困难了 武者商会会长问 真神境确实有些困难 不过需要时间倒是能够解决 楚风说道 什么困难 不妨与我说说 也许能给你一些经验 武者商会会长道 是神雷杰 楚风道 神雷杰 那是有点棘手 你自己领悟吧 武者商会会长道 关于神雷杰 武者商会会长这种人物 自然知晓 那是修炼神法玄公 且天赋较强之人 才会遇到的情况 只能靠自己解决 晚辈可以解决的 对了前辈 子凌还要麻烦您照顾一下了 楚风说道 子凌上次闭关 便一直没有出来 看得出来 是真的想要一鼓作气 突破到真神境 可就算子凌 踏入真神境 在当今浩瀚修武技而言 也缺乏自保能力 自然还是待在这里最为安全 哦 我明白了 你这小子 是又要溜啊 说吧 你这次又要去哪儿 武者商会会长明白 楚风为何未能突破 却要提前出关了 摘星道长前辈 说为我做母亲 做了一个预言 算一下时间 这预言早就完成了 我想去看看是什么结果 楚风说道 预言吗 预言不可信的 不过你要去就去吧 若是没其他事情 就早些回来 安心修炼 现在的外面可不太平 武者商会会长说道 楚风也是爽快应下 随后便离开此地 直奔最近的九天密地的入口 也就是此时 神鹿的声音 在楚风耳边响起 楚风 本神的力量还未恢复 你真的要去气韵圣境 原来 楚风并没有打算去找摘星道长 楚风提前出关 是打算前往气韵圣境 楚风这些日子闭关 也根本没有修炼 就是回想气韵圣境 那罗盘中观察出来的东西 而楚风已经领悟到了一些东西 若是能够挑战成功 气韵圣境将庇护楚风 御宗高手再多 也拿楚风没有办法 他能够全身而退 但这个前提 是必须楚风挑战成功才行 同时 关于气韵圣境的最终力量 楚风也是有了一些猜测 尽管不能确定 可若真是他猜测对了 那于他而言 那气韵圣境的最终力量 是他不想错过的机遇 所以楚风才想要试试 之所以不对 舞者商会会长说实话 是楚风知道 舞者商会会长 家大业大 如今其实少有人知道 他们的关系 自然 不想将他牵扯进来 前辈 那您的力量 要多久才能恢复啊 距离那气韵圣境 最终挑战的世界开启 还有一些时间 来得及步 楚风询问 倒是感觉快要恢复了 但本神也不能确定 所以才提醒你 神鹿说道 无碍 若是前辈的力量恢复 那自然多了一份保障 就算没有恢复 该做的事也要做 总不能没了前辈 庇护 就什么都不敢做了 楚风笑了笑 至于淡淡 得知楚风的决定之后 根本就没有劝楚风的意思 因为淡淡 一直以来都是希望楚风去的 她可不希望这么好的机会 白白便宜了其他人 自打气韵圣境开启 这个消息便迅速传遍浩瀚修武界 不仅当初观看楚风 与白里紫灵一战的人们没有走 也有更多的修武者 敢来看热闹 所以这血脉天河 是越来越热闹 气韵圣境周围的世界 几乎都聚满了 来自各方天河的修武者 与戒灵师 大家都想看看 那阵法世界的封锁开启后 那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 楚风与白里紫灵的挑战 又将如何进行 白里紫灵有御宗助阵 楚风是否还有胜算 但那毕竟是气韵圣境 孵化出的阵法世界 与其他世界应该没有任何关联 自然也就没有传颂阵 修为强的人倒是还好 修为弱的人都在想 到时候 要怎么才能进入那阵法世界之中 会不会速度太慢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那气韵圣境的挑战 就已经结束了 不过也有人给出了猜测 气韵圣境的力量通天 真的开启之后 也许会有传颂阵法 将众人引入其中 就算没有阵法 世人应该也能够看到挑战过程 给出猜测的 也都是有些名望的借铃大师 所以这个猜测 倒也是给许多担心之人 种下了希望 不过相比于能否见证这次挑战 还有许多人担心楚风 他们与楚风非亲非故的 自然不是担心楚风安危 而是担心楚风会不会来 不知从何时起 有一个传闻 说楚风自知对抗不了狱宗 已经放弃最终挑战了 甚至还有人说 那是楚风亲口说的 他都听到了 这个传闻越传越真 到后面 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了 可还是有很多人 希望楚风能来 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 而在各方人马 都对气韵圣境做出猜想之际 白李子灵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一座立于星空之上的浮空战船内 白李子灵立于一间宽敞的房间内 望着面前之人 他难掩激动 因为此人乃是贱目白 前辈 我总算又见到您了 您让我修炼的结界之术 我可是彻底掌握了 可现在 我还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白李子灵说道 将它穿上即可 贱目白 将一颗丹药递给了白李子灵 那丹药里面 藏着结界阵法 以及一个结界铠甲 白李子灵将其吞服 结界铠甲 便立刻附着在了白李子灵的身上 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可白李子灵 却面露喜色 上一次能够对抗楚风 其实它没有任何用处 都是靠贱目白的手段 而贱目白 就是通过这种结界铠甲 才能借助白李子灵的身体 施展手段的 眼下白李子灵能感觉到 此次的结界铠甲 以及阵法力量 比上一次的 还要强大得多 只要他催动贱目白 教他的结界之术 能够完全发挥出 那阵法的力量 二人的配合 也加更加的完美 看来前辈 是做足准备 此次 是万无一失了 白李子灵道 说了让你拿到 就一定会让你拿到 贱目白淡淡一笑 旋即又将一张散发远古气息的黑色符纸 递给了白李子灵 这个你藏好 前辈 此物何用 白李子灵询问 他能感觉到 此服不简单 可却看不出 此物有何作用 若是楚风赶来 带得气韵圣境挑战成功后 你就对他发出挑战 以报上次的仇 贱目白说道 前辈 您会暗中助我胜过楚风 白李子灵问 你体内的阵法力量 只限于气韵圣境 你与楚风交手 要靠你自己的本事 不过不用担心 这服指的作用 是专门用来限制修罗灵戒戒灵的 贱目白说道 本章完 就是专门用来限制修罗灵的